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杜乐人神父 我现在要讲 三年期第十周 星期四的道理 我们继续念 《马头福音》第五章 你们一向听过给故人说 不可杀人 谁若杀了人应手再办 我最对你们说 方向兄弟发怒的 就要受再办 好像听起来 耶稣在上中 圣讯绑布的道理 就是好像比 之前每次 在信乃上 绑布的法律 有更严格 我记得小时候 上道理版 我们神父鼓励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就是走一段段时间 做一个反省 看一看就是 我们今天 当地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事情放作 我们有没有防什么罪 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不过很久以后 我在小时候 没有办法看到的一本书 看过这句话 我想你们 你听到都会知道 五日 三行五身 为人 梦而 不忠忽 与朋友 叫而不心忽 传普惜忽 就是 这样子 孔子的 学生 正直 这样子讲 每天三行 我很喜欢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 重点就是 实在人际关系 无论是老师 朋友 任何人 你需要 注意到 你到底 你的态度怎么样 那么我觉得 这样子放行 是很有意思 虽然 第一次 听起来 好像 耶稣基督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 其实并不是 他这么简单地帮助提醒我们 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注意到我们来往的对象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兄弟姐妹 当然就是 你们今天 都没有杀过人 但是有可能 讲话的时候 跟别人开玩笑 我对于某一个人 也不是很客气 这个也是很重要 祝大家平安 我们来说明天 我们来说明天 我们来说明天